日本驻美大使馆在华府举办的石头灯笼点灯仪式 驻美代表萧美琴出席活动 也借这个机会向日本政府表达感谢之意 近来台湾阵风疫情宣文之际 日本政府及时宣出援手 无偿赠送台湾124万剂AZ疫苗 萧美琴表示 日方雪中送炭患难见真情 也展现双方坚实的伙伴关系 而日本驻美大使傅田浩斯 在致辞时特别介绍全程聚会的萧美琴 也对于台日关系表达肯定 我认为台湾的台湾的领导 正在这里表现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昨天日本资金预约1.2万剂 的疫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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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台湾上 我认为台湾和台湾 会出现更加强烈的共同性 和尊重 日本石头灯笼有悠久的历史 日本1954年将此灯笼赠送给美国 以见证日美通商条约100周年纪念 石头灯笼的所在地为潮汐盆地樱花公园 这里有超过3000株的樱花树 每年樱花季期间会吸引数百万的各地游客 也是华府热门的观光旅游景点 下一步 这一步 说似乎你 能够够出现更加强烈的